好,单词部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功能用语 Function 用語 那今天讲到的是铃声的响起 ベル是铃声 ナル是响起 它的マス形是铃ります 它是一个自动词 不是敲响铃声 而是零已经响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自动词的对象用的是ガ 好,那首先A说 好,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写成那个字 这个那是写成一个名字 那铃声已经响起了吗 好,我们再对一次 好,单词和功能用语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一课的语法解说的部分